智能与社会关怀协会全国图诉主席陈志聪 今天向媒体公开社交媒体近来盛传的几段视频和照片 照片中可见林丽颖口中这些所谓的中国籍受害者 手拿大碟钞票笑容满面 怀疑他们只不过是自称世界首富张建所派来的财场临演 当事人也质疑林丽颖可能从中获得什么好处 才会挺身身原受害者 更调侃对方作为一名议员和律师 却无视法律多管闲事 纠纵灯门闹事的行为形同流氓 要对方献身给予解释 欺骗的案件在中国我相信是会枪毙的 所以它的立法是非常的严 那么为什么他们没有采取行动 而来马来西亚会通过这个 YB林丽颖和罗尼六一起帮他们出面 YB林 我希望你不要不务正业 你处理这个事情不是错的 我们都很赞成 但是你不去根据律法 你是一个律师 你不能够不知我们的法律怎么样处理 而误导人民 你这样的做法好像一个流氓 带着整组人去人家的公司那边 抗议捣乱是错的 为什么呢 因为假如马来西亚的这间公司是骗子公司 我们的政府当局警察当局绝不会手软 他们一定会还他公道 还他公正把它绳制于法 所以不用你来当法官 陈志聪还特别提醒林丽颖要做好议员的本分旅行职务 因为至今她已经接获多宗来自四眼末区民众的投报 只该区有超过20项大小不受理的投报 希望当事人踊跃帮助他人之余 也别忽略了解决自己选区的民生课题 NTV7综合报道